歡迎大家回到科技測試 我們今天繼續談談有關科技界的一些測試 有請我們的科技測試報道員天哥 為什麼要轉機是聲音 多謝新宿那邊的朋友 剛才那個是根據電腦分析 有多少%是IN 有多少%是LIKE 根據電腦分析 Samsung測試的機會是89% Apple測試的機會是96% 開個Apple給他 今天我們剛才說的那麼白 大家知道就不是90多% 是100%是今天有Apple說的 大家聽一下自高知 算整體的 整個百分析 好吧 不過首先出場的測試錄 就不是由這個Apple去打頭陣的 即是主要是放尾 純粹排版問題 現在要亂場而已 不過其實高察的 其實就是 講一下這個月的大更新 大事件 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Microsoft的Windows 10 即它現在是一年推出兩個大圈 它現在年頭的大圈 就叫做4月更新 它今次叫做Apros更新 以前都說要作個名字給它 現在名字都快樂事做 做到沒有名字 索性那個月份就算了 話就說是4月更新 原本預期是4月頭出的 嗯 那一再延期之後 就在4月尾那一天就出來了 嗯 基本上只有5月更新 哈哈哈哈 ok 是 已經延期了整個月 我知道你糟糕的 給你時間做 很合理 是 但是呢 現在 出到來 就 上街了 即是 更新Windows 還甚麼 這次在全世界 即是有搞到會 麻煩的那些 嗯 第一樣 你能不能更新到呢 竟然是一個問題 蛤 我的Windows機 好像真的經常說 更新不到某些東西 對啦 它更新就會失敗的 我經常是 好像 它現在這個大 那通常大更新都會沒事的 嗯 但是這次大更新 都是有一部分人就升不到的 因為我之前有些少更新 但是更新不到 然後又不知道怎麼搞的 那些東西 現在大更新就不行 真是更新的 是啊 那 都幾多問題 這次是 那 即是你睡了一個月之後 都還有這麼多問題 那就值得拿來放測試錄吧 對嗎 嗯 還有些甚麼呢 包括 就是 一個比較常見一點 因為 如果你有安裝的Windows 你就知道 它現在Windows10 好像Windows8打後 它安裝完之後 它會有一個 大約100MB左右 然後就隱藏了它 大家正常用的 看不到 是 那不知為何呢 跟完這個Patch之後 它會 重新出來 然後跟你說 那個Drive沒有位置 對 100MB而已 對 100MB那個Drive 正常你 以前是用什麼 軟件 檢查硬碟 才會看到100MB 你正常使用 是不會看到100MB 那它又 不知為何會 鬆出來 然後還要不斷放出來 說你滿夠用 你硬點把耳門 弄到什麼鼻粉 那類的東西 就是這樣 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剛才那個也叫做小問題 就是叫做煩點 你怕敵就搞定了 這樣 比較大一點的問題 就會整個畫面黑鬼了 就沒有反應 那類的 包括桌上 Notebook 什麼都是這樣 Microsoft 就說 我們已經知道有這個問題 我們也是正在調整 這樣 接下來的5月更新 就會升級 就是你要捱一個月 又是很有氣勢感 對 那現在怎麼辦呢 它教了大家一招 就是按Window Ctrl Shift 然後加上B 就可以強制叫它 Refresh那部Display Driver 然後展示畫面出來 就是要跟它做 那如果你是Notebook的話 它就叫你 蓋上Notebook再開上來 哈哈哈哈 真的這麼說嗎 是啊 對呀 你媽媽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多有創意 這次Microsoft OK 這樣呢 都有其他細筆 包括 Window Restore 會被禁止 就是要靠它 如果你要靠它resort 你就會慘 對呀 打電話機的時候 按電話機的時候 就會變得更輕 哈哈 這麼濃烈 這個很嚴重的 很嚴重 很嚴重的 即是有時候做實況的 那些 有時候打電話機 你按出來看小東西都要 然後還要 這個呢 是用Firefox Chrome 或者是它自己本身那個 Airdro 不是 是它的語音助手 即是香港不能用的 Corona 那個呢 都是會輕易 freeze 嘩 嘩 但整個版本是沒事的 嘩 那我跟不跟好 當然不跟好 神經病 問題是 Window 10是auto update 大家記得回去關掉 如果你沒有關掉auto update 那你就糟糕了 吃夠了才快 真是 好恐怖 而且它是強推這個Edge Block了Firefox和Chrome 強推Edge 但這隻強推方法管理的 只會是孖聲四起 和口水鼻涕 都是的 你當是一個比較強硬的手段 哦 這樣其實 那你用啊 還不用 用的嘛 用啦 我用了WIN7 這個不好意思 你還用 是 這樣呢 其實這次的更新 都叫做大更新 那它呢 就加了一些弱乾的功能 也都剪掉了一些功能 好Microsoft 這件事 是啦 長久以來的Microsoft政策 當然是這樣的 就是 有多年玩MSN 我經常說 那MSN update版本這次 加了功能有用 下個版本剪掉 就加了沒有夠用的功能 有時候會這樣嘛 嗯 有時候會有用的 會加一些 這樣呢 就有些功能呢 我經常聽到有些朋友在問我 更新完之後 就說 有一個在Windows7的時候 開始加的 一個叫做Home Group 它就是 在同一個Network之後 可以 傳一些檔案給旁邊的機 即是傳相片 任何那個 在今集是剪掉的 噢 即是不想再搞了 我的朋友又在問我 沒有想過 怎麼傳東西 但是你可以猜 這麼大的功能 你不斷說剪掉就剪掉 嗯 即是你多不多人用一件事 但是 你不斷的功能 你又想推掉 然後剪掉走 其他公司也有做的 你有其他方法的 但是 你還是要別人煩 就是要別人轉一下 那 算了 這些我 要算了 這個算了 它就加了一個 新的功能 就叫做Timeline 這個Timeline的功能 其實就是 跟你 怎麼說 它是會將你 過去一個月 用過的 document software 那些 就有個 list 你到什麼時候 可以開過這些 那些東西 它容易 方便你 之前 最近用過的東西 你可以立刻 叫出來 那些人 就立刻在那裡 說 那我看過那些AV 那些什麼東西 看過那些 那些都出來了 是呀 那 本身這個概念 就是你出來 就這樣聽 你都覺得有一點問題 那 而實際裝了下去之後 更大的問題是 那個功能是不能用的 行了 就是一個 很自學的問題 就是 有這個功能 大家就怕你上網 AV被人看好了 但是現在新機 你裝了下去了 這個功能 又沒有人用的 到底我應該開心 還是應該是不開心 不是 它是實裝了下去 但是你按它 它是Crash的 那應該是開心不開心 新宿你解釋 我不是開心不開心 我覺得 剛才軒哥好像玩咬我們 他講了兩分鐘之後 那個功能不能用 那不關他事 不是他搞Crash 這個功能 是這個版本update 最大的 人家有這個 description 然後軒哥說回它 這個功能是什麼 但是這個功能 最後出來用不到 那不關軒哥的 那不關軒哥的 但是軒哥說出來 我就說軒哥玩咬我 那就是對人不對事 所以應該可以的 但是真的很矛盾 這個功能 大家覺得沒有什麼用 或者會有點麻煩 大家說算了 接受一下 可能可以上網用無痕 但是現在就 在臨出update之前 就是可能Pogamut可以按 即Pogamut 怕會AV被人看 這樣說的 它這個功能 它亦都在說 如果你不想 就是Privacy那些 你可以關掉它 這樣也好一點 是你可以關掉 但是我覺得 有點不安膠 就是你開都開不了 連試都沒得試 一按出來就Crash 其實它不想的 其實它不想的 不過就真的很懶惰 一下Crash它真的很醜 就是你 你貨更新會Crash 其實真的很噁心 問題是 你給我這麼多麻煩 我update就update 然後你給我這麼沒用的功能 我都算了 還要那個功能不能開 喂 給我真的醜 鬼又咬咬了你 那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除了這個 我也免得說 整個禮拜都不想 我不想讀 你也好嗎 讀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講到多懶惰 就是最主要你highlight那些 就是剛才那些 這些都比較疼 還有呢 剛才說會fizz 或者GPU dispay那裡有問題 那些 如果你是notebook的用家 而又有 獨立的顯示卡 那些是特別嚴重的 是的 那 提醒大家 就現在不想好跟著 不想好跟著 真的不想好跟著 不要想不想 直接不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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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測試這些東西 就不要讓它停 那大家見 有看過這時間 Microsoft 回開二度 繼續來 回開二度 是啊 那是關於什麼呢 之前intel搞得很嚴重的 那時候那個mild down 那些 那些 要fix了那些 bug 就要犧牲你的performance 那些 那這個update 其實都出了幾個月 差不多半年了 那現在呢 那些人就跟你說 其實呢 那個patch呢 其實就 令到你的部機的performance 就慢了 那你up了 那你自然都 承受到這個後果 那就是你遇到 你為了安全 那你就慢一點 那你就慢一點 那些人出來跟你說 那個patch是不能work的 那就是 純粹 那我想問一下 那個patch不work 就是又防不了mild down 那 不work的是什麼意思呢 是因為它是包不完 那就是那些扭動呢 是fix不完的 但是performance方面呢 照drop 不好意思 我是糞腫 那呢 我本來在聽著歌的 那為什麼我突然搶雜過來呢 因為剛剛軒哥說了一些話 我奶奶了 你只是跟著身了一點嗎 因為跟著身人士 真是慘 那樣呢 比較有趣的是 其實有人走出來說 就說 原來他mild down那邊的問題 他用以前的patch是不能work的 那樣呢 但是patch就倒閉了 更加有趣的是 剛剛我們剛才介紹過 七嵐到仆街的 那個18年4月更新 就沒有這個問題 是fix了的 那之前patch是做什麼 我就是想知道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之前呢 專門去fix這個問題的patch呢 就不能work 哈哈 到你現在這個 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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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看一個哲學的問題 究竟要怎樣patch呢 到底你是升還是不能升 不如我直接不拿好用你那邊吧 好嗎 懂的 有本身有舊問題 我幫你解決舊問題 就是有個新問題 看看你想要哪個問題 即是又是Apple那招 我update完 又搬去新不市 我update完 掉到舊北就有新不市放下來 哦 是不是直弓已經留不住 天方的廠商 全部都搬去台灣 人數太多 全部都搬去台灣 哈哈哈 新不市 哇這個新的直弓就是新不市 哇 哇 真的 做什麼懶惰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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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好閘光一句 我怎麼接呢 真的你要用Windows 就自己小心 或者好像 是不是好像SUNY那樣用Vin7 我還用Vin7 我還用Vin10 我關掉Auto Update算了 不要搞 然後關掉Auto Update 又說你會給WonderCroid的狗狗 很可憐 我其中有一部機就升了 所以我好彩地 我就還沒中他的東西 還沒中他的東西 Desktop那一部 因為我現在的Desktop就沒有Display Card 所以我只按鈕 就好像沒有拿到他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Notebook的Display Card 所以我沒有升到 剛好沒有升到 我正在那一部Notebook看了一宗新聞 撲你那家立刻刪掉 我覺得 軒哥剛才這一段 根本是說你專家的份組而已 為什麼 哈哈哈哈 我的Desktop沒有升啊 傻瓜 他的Desktop升了 但是沒事 有個升了就糟糕了 我先澄清一下 我是一個全時的Mac user 我那一部是公司機 那他自動 你是不是糟糕了 糟糕了 糟糕了 這位同學 你只需要回答有 還是沒有就可以了 糟糕了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就 真的沒有抵抗了 沒有了沒有了 補多一點點 為什麼說以前 那關於Meld Down的事 那個Patch是不成功呢 原來 他那時候Meld Down的事 就是說 那些Hacker 就可以 繞過了他的安全的漏洞 拿到你的權限去做 就是過了你多長的限 用最簡單的比喻 而這個Patch的問題 就是那些Hacker 可以繞過了你的 你原本是用來堵塞漏洞的 你本身這個Patch 竟然有一個漏洞 還給人進去 MVP呢 我不頒給那個 一百年四月更新 MVP我頒給這個Meld Down更新 拆的程度是高過這個 四月更新 四月更新 我是保持著做錯了 但現在這個是完全做不到 他要做的事情 我只是覺得你這麼早就 給MVP好像不是很公平 就是Microsoft的 那些年中員工獎 誰拿出去通櫃 就先通一隊人 就是年中春冥食怪 就叫這台人 站在舞台上除褲 給人通櫃 其實應該是同一隊 你也是做更新的一班 可以有不同的 做更新的 可以有更新的 你保險公司的分 不做了 你兩邊都是這麼齊 幸好他不是日本公司 不是真的舊死要切褲 應該這班人全部都 自求多褲 我覺得 他講完就恭喜分眾 對 接下來就講另一宗 厲害了我的國 是的 什麼事? 現在勃而起勁 這些大國自然就 勃起 很多的新聞 那是什麼事呢 就是有一個大陸的一個學者 他好像不僅是學者 中國工程院院士 矮江南 之前就接受一個中國的媒體訪問 近來這個 強國的科技公司 備受這個 什麼? 欺凌 嘩 這個美國 美帝狗狗 搞咎我們 不想被用Android 這個主要是說 那他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 就斥責這個微軟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Microsoft 就故意放任中國人使用盜版Window 表示所謂盜版根本就是一種策略 令到中國人沒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操作系統 而現在 反過來 罵這個中國人的小串 那這個魏江南院士 就斥責這個Microsoft是不講道理 不過就是 我無意 就是 說夠你 但是 剛才你說的東西 就是自我認識 但是加上一段我聽不明白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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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聽不明白 首先我想跟魏先生說 你令到中國 十幾億網民 就突然很討厭你 你突然說我用盜版 哈哈哈哈 我一同意你 我一同意你 就跑來拉救我 怎麼辦 我又不是說不同意你 但我同意你 我是很危險 是不是 陷阱來的 而且我又真的 不太明白 剛才我解答一下大龍的問題 魏先生的意思就是 你微軟這個五家產公司 就 任我們中國人 就用盜版 大家因為 用老分用得很開心 又不用錢 很爽脾 所以中國的 自己的OS的發展 就停滯不前 是的 然後現在 你們只懂得 在我們美國身上 就是說 我們只懂得 在美國身上 拿技術 哈哈哈哈 其實這是一個小偷的行為 嗯 我看著你在用別人的版本元件 然後拿給別人的技術 我不想說 你小偷 怎麼會這樣 他說現在是 老美的這個策略 根本是故意放出來 去傷害你的強國人民的感情 哦 即是那些傢伙 每個人走那麼高AB出來 搞我的強國人民 生那麼高的子孫 所以那些什麼 新育女下降了 就關你的事了 那種意思是吧 那類的 我不懂得解 我真的聽不懂 嘩 他的概念簡直是世界級 真的 做學者可以這麼狠狗 強國嘛 香港的學者狠狗 那你現在那些人 真的狠狗到 會說什麼厲害了我的國 你都知道這個 沒有邏輯可疑 你剛才說了兩段 新育解釋給我聽 我明白的邏輯 關於藍哥說話 我就每次自明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嗎 那個學者 可以這麼無廉次說這些 真的 那我找回 其實 魏江藍是誰呢 他就說中科院計算所的公司 和聯想集團 他是不是真的讀計算機 那一部不是電腦計算機 他真的是工程師 真的是工程師 真的 他真的說是強過IT界的元老級人物 他曾經也是聯想的首席總工程師 哦 是的 嗯 嗯 嗯 我厲害了我的國 嗯 這些就是 唱國歌 不要煩 唉 真是神經病 這個 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 拆到盡頭便是形 這句就形容不到 他拆到盡頭高 是不會形容的 真的用老法用 說到糟了 真的 乃環節高來講 即是一個這麼強的工程師說的東西的level 是完全跟當年You Wants那件狠狗就是一樣 要求Sony道歉 是的 哈哈 當你去過什麼聯想工程師 什麼手席工程師什麼差 你跟You Wants那班要求 以前要求Sony道歉那件狠狗就是一樣的 那你就很醜 可能有年代差的人不知道這件什麼事 那當年呢 就好像是PSP 是嗎 PSP是嗎 是嗎 是嗎 那就是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 那就是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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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You Wants呢 就有一個帖子 就很出名 那就是在那裡 搂鬧Sony 就要求Sony道歉 哈哈 關於這個網路平台之有 是的 還有一些電腦科技發展 是的 阻礙這個資訊的發佈 對 因為你砍一些機器 其實都是一種電腦進步 是嗎 是嗎 如果沒有我們砍你的東西 你哪有這麼多人買 哪有人買遊戲 其實 當年的帖子會有偽生出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他未必是 他未懂得說電話的 還有軒哥說起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 就是中興就被人搞緊了 是 然後呢 其實早 在這個4月23號的時候 4月23 還是5月23 相當於4月23 5月23還沒到的 對 4月23 新浪媒體就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指沒有了中興是不重要的 哈哈 因為中國還有最大的晶片霸主 誰 台積電 哈哈 怎麼跟你搞好事啊 怎麼你搞不好 台積電 怎麼跟我 怎麼跟我 咦 怎麼台積電 咦 What 對了 那他編的東西就很搞笑的 他說台積電是領先於全球的 一個叫做晶片的生產商 Pakus當年說孫智不愛國那些 那他就說 因為他是這個蘋果A11的晶片 唯一的供應商 那Apple7用的A10的晶片 都是他做唯一的供應商 台積電本身已經洪霸了這個晶片界 所以中國是不需要擔心的 我想說 現在台積電都知道 不能賣晶片給有沒有強國公司 不是 他還有一個很有力的證據 台積電宣佈了2018年會在中國設立這個廠房 證明他已經扎根於中國 是啊 開完廠可以接的 而且你的薪金很便宜 李國鎮很想在這裡 什麼混蛋 那你這麼說越南那個人責任 Apple也是中國公司 是啊 OK 不是以前說什麼 以前有人這麼說我幾個 李宋都是中國人 黃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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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說回來 其實不是說用盜版那個問題 是你這樣繞 是很差勁的 你為什麼可以說得出這些概念 真的不要太無廉恥 真的 人類狀犯雙窮是錯誤 真的 Yuwon事件有 你看過Yuwon那天的行交post 會出現在這個工程師的後中 在新聞發布這麼嚴重 即是質素每放月下 之外說 打飛機也不要打我這麼噁心 有時候真的 真的有趣 那我想今天科技測試錄這裡 應該聽眾也想 咦 你剛才說一開始打一陣就是 Microsoft 然後相關那些 接下來 支撐你這個科技測試錄 或者這個科技測試錄 是什麼 開散完祖師 真是 要不時這家公司都沒有那麼容易 這個測試錄做得那麼旺 就是這個Apple 接下來兩宗新聞都是跟這個Apple有關的 是 應該到我挺期待的一節 應該是 應該是 嗯 首先第一樣 就關乎一個 我和阿軒哥都經常套租的一個 一個 一個工具 是 近日 就有網民 就在外國一個很出名的網站 那個叫Change.org 就是在一個什麼的網站 就是有些東西你看不過眼 但不喜歡 那些 那些 你就在那裡聯署 希望 儲夠些數目 就 表達訴求 表達訴求 那些 用途 這樣 最近 有人 在那裡 開了一個 campaign 那個是什麼 campaign 就是 他用Apple 他買了一個 MacBook 嗯 對 這樣買完回去 就覺得他那個全新設計 改變世界的那個 那個 Change again 的 Butterfy Keyboard 就是一個 垃圾來的 打不扔到字 他說一代二代 我不是說你一代的二代 是說在錯的位都是垃圾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大師兄 他說要求Apple 就召回所有 Butterfy Keyboard 的產品 就換了一些 可以正常運作的 Keyboard 即是用中文來講 就是人用的Keyboard 可以這樣說嗎 是啊 但是這些Po應該 沒有人理他 就是 你Apple推出一個 Change the world again 的Butterfy Keyboard 有很多 iPhone boy 打破飛機 那樣 應該那班會覺得 他用這些Keyboard the best 就不用說 應該沒有人理這個人 說一說 在上面那個 英文Po 他的Type 就是寫 We call Macbook Pro Without Defected Keyboard replace with different working keyboard 對 這樣 這個Event 現在出了一天左右 他已經有8400個人浪費了 你幾乙教徒 八千幾個 那他下面的Caption 第一句 就說 Apple It's time to record every Macbook since 2016 and replace the keyboard of all of them with new design keyboard and just work 要 對 其實我不想把Keyboard 先不計 有些人會覺得 真的不用用力 就能打字 很爽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Keyboard這麼多人說 那麼開心 我不明白 但是 其實那隻Keyboard 就算 即是有些 我所謂覺得 我這樣說 就算 會用一下 腦袋的用家 都會覺得 其實那隻Keyboard 真的弱光有幾個問題 例如有時候 真的太容易碰到 就會好像拍到打字 有些會說 容易打錯字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我記得說 弱光是 只要那個塵 一吃了或少 因為現在它很薄 是 它現在的Bugify 就是兩個東西 好像蝴蝶一樣 交叉著 繩著那個件 在上面 按下去 因為那個位置太薄 那個交叉位 就是如果你有些塵 在那個位置 積住了 那些塵 其實不是真的乾的 有時候 潮濕 還是有一點黏的 可能會 因為黏了一點 那個按鈕 隨時彈不上來 Bugify Keyboard 也是有非常之多人 就去 換 就是去Apple Store 就是因為它的鍵盤 那 好像是維修率高 維修率高 而且 Apple 它曾經有說過 怎樣去 保養你的Bugify Keyboard 它是說你怎樣 用一些 壓縮空氣的 吹一下它 嘩 搞這麼多東西 是啊 這樣也是 你的手機吹一吹 我怕吹冷落底 又不補了 不是很搞笑的 這個很之前的 有些YouTuber那些 就說 它的鍵盤 即是按下去 有些按鈕是按不下去 例如Spacebar 或者是一些 常用一些的按鈕 完全是按不下去 常用一些的按鈕 按不下去 不是 因為常用的 你經常按上按下 你知道的東西 越積越多 是啊 這樣 我覺得很浪 我覺得常用一些的按鈕 就是按不下去 你這樣想 但是 我打機 我跳不了 我打不成份論文 我隔不了行 是啊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這樣 它拍了一段影片 就跟回Apple自己官方的指示 去清理它的鍵盤 壓縮空氣 清理完之後 都說不能用的 我記得那段影片好像一粒粒粒粒粒 弄完之後 都是不用用 都是要去玩Genius 他去弄的 意思又是 你還沒開始積一層 在這之前 就每天吹 我真的不認知 我覺得那件事 好像二次那樣 你家人撩一下 不會一一積成很大的狗 我猜應該是那件事 是 剛才就略略說過 就是它的維修率很高 我又有個數據在這裏 那些人統計出來 有一個Apple Insider的網站 做了一個統計 就是在2014年開始計算 MacBook Pro的維修 到未出這部新的MacBook Pro之前 它們的鍵盤相關問題 大約是佔5.6%左右 而在2015年 就有6%左右的維修率 大約都是這個範圍 自從那部2016年開始出的MacBook Pro的鍵盤 之後 關於鍵盤的故障維修率 就達到11.8% 如果對比回04年的時候 基本上就升了一倍 那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升的呢 就不知道了 還有它這個數字是不包括有Touch Bar的版本的 如果包起來的話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它的數字也算了 也算了一倍走 是 就是只算MacBook Pro 或者MacBook Pro 應該是沒有Touch Bar的版本 就像剛才這樣說 做這個資料搜集 和這個統計 是有方法的 就是要不是有方法 就只有11% 不是 如果加上一些可能會下跌 我給你講一次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我當然不相信 不是 你說你自己也不相信 你要我相信 怎麼搞錯 我想問人家 軒哥你家裡 有婆婆在那裡 暫時未有制裁不到 未有制裁不到 沒那麼嚴重 暫時未有 大家可以重聽回剛才那句 軒哥說得是幾個保守 暫時未有制裁 但有沒有這鍵開始有點 沒有那麼爽 有沒有順 有沒有爽過 其實我比較少按它 因為始終是家人那一部 我自己少摸 但是 因為本來它的鍵盤都不太打 我不想打 即是本來你藍牙的鍵盤下去打 隨時是 純粹是不太想打 明白明白 這個鍵盤就 看看你自己個人喜好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 不是太喜歡的 我跟那些 即是有人說 買這部機 我都說 你不如買藍牙的鍵盤 然後我這樣說 真的 不知道 手感很個人 但這個未免太過人 這隻鍵盤 是 那麼多 算了吧 算了吧 那關於那些 MacBook Pro那些 那些有一點 有一點策略 我想說一下 關於那個 Touch Bar 對 這樣 通常 如果你問我 Touch Bar那條 有沒有用 這個問題 經常都聽到 經常問的 到底有沒有用 這條東西 這樣 我有朋友常常買 Touch Bar 對 那我就 有嘗試努力過 那我就找到 原來是有 整個陳狗紅 哈哈 我有努力過 哈哈 不是老殘 不是老殘 反 這樣我會找到一個 方法 我發現是 可以拯救這條 Touch Bar 對 那個就叫做 Beta Touch Tool 其實這個軟件 其實在Mac那裡 出了很久 最近它加了 關於Touch Bar方面的功能 基本上 就是我之前罵的 Touch Bar 就是它 Customize的位置太少 嗯 還有 在不需要用的時候 它給我一些不需要用的東西 哈哈 就是看Netflix 有網址給你 對 這樣 現在這條 Beta Touch Tool 是怎樣 基本上 你什麼都可以拯救 你自己 喜歡怎樣排都可以 嗯 那個Customize的空間 非常大的 變了 這條Bar 可以用得上 可以用得上 是可以用得上 不是好用 是可以用得上 而更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 做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是應該Apple自己做的 嗯 而 你現在這個 雖然說是一個軟件 但是其實這個是收錢的 嗯 那要一些收錢的軟件 去做得上這件事 跟你Apple自己做的那件事 是兩回事 我兜我兜 要Apple大人大意製造商機 給其他小廠商 等它們去發揮一下 哦 即是你兜我那些錢嗎 就是Apple覺得 那些錢我都賺夠了 就是時候給其他人賺一下 噢 上市生區費 是啊 那個原理就是以前 有些傻乞 就是跟他說 iPhone的時候 抄Rx抄這些花 裝了什麼App就可以了 裝了什麼App 不知道什麼 i2C那些 玩了 iPhone Boy那樣說 是 但這件事都不是你Apple做的 人家有一天就摺了一件東西 沒有了一件東西 還有我不計算有沒有問題 還要 不知道你的問題 是根據Apple的往績 是你做得好的時候 它會自己做回 類似的功能的時候 就會被弄了你 還未必可以做 Exactly一樣的東西 或者可能不做 都被弄了你 但是我想問人家 你說夠多人touch bar 就是夠多人touch bar 就是夠多人touch bar 就是夠多人touch bar 那如果給你選擇 你會寧願有一行touch bar 裝這個功能 還是用舊的按鍵 你給你選擇會怎樣 呃 它現在這個功能 其實是 我可以customize多一行 叫做customize bar 但是customize的時候 你是要基本上 每個軟體 你都設置一次的功能 是for那個軟體 那你是要很有心機去設定 哇 整件事很windows 是啊 它是很windows 好像你這樣說 但是就叫做好過你原本 我不會為了這個功能去買那部 但是如果你是touch bar的苦主的話 你可以裝進去 即是如果你本身沒有的話 就要去買touch bar 如果這麼不幸 如果這麼不幸你真的拿了touch bar的東西 就用這個補救一下 就是事後院來的 好過沒有 大王的比喻是關這些事 三句不離 是啊 我舉例子 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是啊 就是總有人舉例子比較容易明白 當然有 是啊 那 不如這樣說 說幾個開心事 剛才我也說 除了一部新聞 就不止一單 另一單就厲害了 剛才第一個新聞 第二個人點的那些 Windows更新的 那些 阿墳祖的傻瓜就中了 最後一段 他的傻瓜又中了 哈哈 墳祖又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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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今早沒有更新的 還沒有啊 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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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那些東西都是糟糕了 你的DMM 你這個DMM 嘩你 這些聽眾不明白啊 太燕祖先不要說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可以記錄一下聽眾 是什麼呢 是啊 一分鐘是他的MacOS 更新了 接著DMM的軟體就用不到 所以現在就有得除褲母 打J 對了 那些軟費又白膠 哈哈 如果大家都是這個DMM的用戶 又是Mac機的用戶 你可以開網櫈看這些疾的A片 到底啊 那大家如果都是DMM的這個 你疾一點就說是黃家衛式的機片 即是怎樣 重慶心磅 重慶心磅 重慶心磅都拼發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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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光炸雪那樣 那些 所以大家如果都是這個MacOS的用家 又是這個DMM的付費用家 就記得不要更新了 是啊 嗯 說回這個阿弓祖拿機奶的東西 是 這樣就是說 iOS又有更新了 是啊 那就是那個叫做iOS 11.3.1 是的 是一個叫做Facebook的更新 但是呢 有一件事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因為它通常 iOS出了更新的時候 它舊的版本的認證會先保持一排 就是起碼保持一個多兩個星期左右才關掉的 它不是喔 它一出的時候 即是關掉舊的版本 是逼你上最新的版本的 陰謀論一點 就是會靠陰謀論大家自己判掉 會這麼突然這樣做 像是上個版本有些事情是很嚴重的 但是可能大家還沒發現到 可以快快快快快走 不要搞了 不留在這裡讓你有東西玩了 沒錯 懷疑是這樣的事情 因為很少這樣做 始終都是沒有一些 沒有真聞實據 沒有真聞實據 我們就去講一下 不過呢 這個版本一定是有問題的 怎麼會知道這個版本一定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Facebook的版本 但是這個版本一定有問題的 好哲學 今天這個叫做哲學雜水 不如我們叫這個吧 對 糟糕 首先就是 關於聲音方面 是非常非常有問題的 包括什麼呢 如果你聽到聲音 不知為何會失真得很重要 哦 是隨便的 所有根本是幾個 是隨便的 隨便的 隨便便隨便 沒有隨便便隨便 哦 這些都叫做比較少中的 可能都 我不知道實際怎樣 總之它就說很少人中 然後這個就厲害了 我覺得 就是iPhone7 還有iPhone7 Plus的用家 就不太好升了 因為升完之後 你有很大的機會 是說不得到電話的 那個收音咪 是不太會用的 直接把電話最重要 最原始的 function 剝奪了 哦 即是你以前都是說 這些軟件上 可能是 好像這樣說 App上面的錯誤而已 喂 基本的東西都弄成這樣 你做什麼 我問一下收音咪 用不到 即是Voice Message 都傳不到 什麼要說話都說不到 唯一要用 就是擦手機內說話 它Apple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叫你 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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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的車子死火式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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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7%的用家就要做得到 這兩部機器是有這個問題 暫時是發現這兩部而已 其實我會害怕 因為我剛才想起 雖然我本來小嘉芬總說他有中 因為他好像是用7%的 但問題是其實 我今早首多按了上去update 我會擔心他會不會聽到我聽歌會失真 我會擔心 如果有的我之後會通知大家 大家 最後講過 最後update上去的那個傻瓜 應該是我 應該是我就是那個傻瓜 不要緊 那你到時吹嘴 如果有話的話我可以直播給大家講 如果有話的話我可以嘗試一下 那一分鐘就道歉 他不做人足 除了可以慢慢插插之外 Apple也提供了另一個解決方案 買Apple嗎 其實這件事就是 人們留了一些內部文件出來才這樣說 除了我們剛才說慢慢插插的 就是他的朋友上面這樣寫的 說蚊蚊插插之外 他另一個方法就是 人們殺到上門的時候 你也是要做的 就是Apple Store那邊的Genius 到時又怎樣呢 就說如果 殺到上門 我突然想起 但我突然想起 他出了內部文件 說蚊蚊插插其中的解決方案 你想想他們的維修中心 有20個人在那裡 這樣插 怎麼可以的 不行的 不是他不是在維修中心做 他叫客人自己這樣做 叫Genius跟客人這樣說 你拆拆拆拆看行不行 那不是一台客人拆拆拆嗎 但是客人都搞不定了 最後還是叫Genius搞 你放下電話 兩天之後你拿回 然後回去維修部 全部都沒有插插 我一直在想像畫面 你先不要想要給他那個人 這樣他就 由於其實7和7 Plus都出了一點時間 那也是有些機器是過了保養的 很正常 你可能有給錢買那些 Apple Care那些 那些 如果你是沒有買到的話 他有機會不跟你做 哦 即是你有個Bug 因為他不是Officially承認 就是什麼回收計劃那些 那你要講得到那個Fucking Genius 你才有得做 很噁心 即是那個東西是現在 你放更新 更新又有Bug 弄回了我的機器 然後你不想幫我弄回它 不過就這樣想 即是他是更新完這個Version 才有問題的 應該是Software那些問題 你只要放過去 你也是沒什麼用的 你也是等下一個更新的 你去到他可能都是跟你說 嘗試Fastory Restore 那是最流行的 那是最流行的 他最流行的是說這一句 其實是不是Jenny的用過 中了可能要是 等下一個 或者會不會如果是 什麼 就擦個Hand Free用完才 會不會有機會得到 尤其是Hand Free之咪都沒有 他會是間歇性失靈 嘩 對了 還有有時候 你講電話的時候 沒有Speaker一封的 它那個按鈕會灰了 不能讓你按的 嘩 這次就不知道為什麼搞得那麼多 其實作為一部電話也會撒謊 作為一部電話是不能合格的 你這樣 嘩 你老母 唉 真是神經病 剛才大王說過 11.3好像是有問題 所以就這麼急 這個我檢查後 也是證實了 我之前的雜數有幾期斷了 我是失責的 應該不應該被他斷 對 那他11.3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嗯 之前可能有提過一下 就是他不可以換第三方的螢幕 你一換完就馬上變磚 那他就說原來這個是他的Bug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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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很大方承認 哈哈哈哈 行了 我不行了 其實是Bug 嗯 嗯 這樣也有說 你那部iPhone X 是升完這個11.3的時候 是有很大機會 有機會 不是很大 也是有機會 Face ID不行的 那怎樣開機 我按了 打一會打Password 嗯 但是你再試幾次之後 應該會彈一個Password給你打 嗯 哇 是啊 那所以呢 就 不要緊了 你被斷了一次 就當今次被Homecoming 是吧 逆了它 被它斷了一些 Homecoming 沒有所謂 那些iPhone 7的用家就 那些iPhone 7的用家就 阿芳忠幫你打下去試一下 會不會有Bug 你證實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你親親試一下 會不會真的趕快電話 那就不錯 不要舉中指 為聽眾著想 你可不可以為聽眾犧牲 為台做一點點東西都不行 是啊 舉中指的賽所反 我有沒有搞錯 真的 我們在公投在吹水區 過多一分鐘應該有 我可以實推加墳墳 你放心 你們那些慶祖實不肯放過去 好 我覺得是大王買一部新的Bug 我們放這兩個選擇出來 看看大家 不要浪費錢 不要製造電子垃圾 哈哈 不像垃圾 別人 本身都做了出來 又沒有人買 另一件事 這樣說 如果聽眾不幸更新了 你就等下更新 那 我都說 我們這次科技測試錄 果然是沒有這麼快就完結了 所以已經玩了四十多分鐘 結果都有 但今天除了科技測試錄 我們還有電玩新聞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第三節電玩新聞 跟大家說一些電玩界的新消息 休息一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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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